本集有米其林跑的GP1站组播出 以及传奇观众TPC23站组播出 大家好我是Yes 赛程的第八站来到了V4车型拿分的关键第一站 Valentino Rossi的车号退役了 Ducati的牌位逆天了 Apria两位车手续约了 RNF车队跟随着Vinadex的脚步 气蓝头黑了 我到三页头一招将在下个赛季 没有卫星车队但保住Quattrara 我先人宣布本战结束后 将赴往美国尝试两年来的第四次手术 本天的梦魇也即将展开了 KTN场队最后的位置将在车手市场打得猛烈 但我已经看到那位人选的影子了 而今天这一集的重点 比较不像是赛后报而是赛前的讯息 5月28号意大利战排位赛 拿下岗位的是你可能不认识的 Fabio Dijan Antonio 随着本次排位的天气阴晴不定 这位菜鸟车手从Q1一路杀了上来 抓新大家的眼界 解锁一日双肝 拿下生涯手肝 而拿下第2跟第3的分别是 VR46车队的 Marco Basaki以及Luca Marini 在Russi来探班的时候抓准时机表现 也让未来更有机会续留VR46车队 而本次意大利战 不但前三位都是Ducati的车手 也是首次Q2有7台红军的车手 卡在这12名以内 而调出Q2的那位 就是场队的Jack Miller 派在第13位 在红军重车手都进入Q2的情况下 也将再一次肯定我所有的Bassanini 明年竞争场队 5月29意大利战争赛 Francisco Banaya复仇之战 七跑绕赛但沿路过关斩将 就连前方两位同门师弟 也拦不住天外神兵接管比赛 这是Banaya本赛季第2关 同时以1分46.588刷新正赛最速单圈 再来拿下第2的是精湛表现的Fabio Quattrero 窩到三页这次带来新的空力套件 而小鲜肉原先愿意冒任何风险追求极速的表现 确定测试后决定用回原本赛季初所使用的车辆设定 因为从空套提升的极速也让M1出弯会狗类 正所谓有一好没两好 因为在最高电堂极限的边缘 所有零件都是一种性能的交换 再来拿下第3的是连刺拉4的Alicious Spargo 赛后说被两台VR46的车挡在后面 不然有机会一波分战冠军的机会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来看下一场有没有连舞踏舞的机会 本次退赛的车手一共有4位 铃木双神再一次团灭 Jerimia自衰Losite 而Rings则是跟日本阿贵抢线 结果一不小心变成躺在Ru5边的那位 Appoi SpargoLosite 这一衰也摔掉他场队的地位 Ina Bassanini也露赛 但这一衰反而让我觉得增加他进入场队的机会 而最后这两位我们后面再来好好聊一聊 索性以上车手节目大爱 车手积分的部分 Fabio Quattararo在V4车型的场地 挺进第二拉开积分差距目前122分 身为2021试惯车手 目前挑战未免显得冷静及稳定 排在第二的依旧是大一 目前仅8分的差距 这两人比的就好像是一场谁失误谁下去的比赛 因为连续8战两人接上位有一场推赛 这也造就了如今12名破百分的状态 排在第三的则是杜卡迪小野兽 每当拿下一次分战 下一场就会立刻绕赛 卡达第一印尼第11 美国第一葡萄牙推赛 法国第一意大利推赛 就好像是只有零合一的频率 也是为什么目前拥有本赛季最多分战冠军 却排在第三位 再来排在第四的是Francisco Vonaya 本正拿下25分向前途径 而帝王引擎在最近几战以来到成熟的备战状态 接下来这四人将是本赛季进出四冠的人选 因为陵木双神连摔两战基本已经淘汰 本天火星人已进入手术后复健阶段 K10厂队车手还陷入排位挣扎的车辆研发阶段 最后随着各车队的进展 以及开赛季至今累积的经验 今年车手四冠将准备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而2022最后12战你觉得谁会夺下今年事故 车场积分的部分排在第一的是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Ducati 目前181分 在过去的8战里红军共计拿下5场分战6场岗位 其他车场已经逐渐塑胶化的状态 旗下4支车队8位车手接站上过头牌起跑的位置 并且本站的Q2刷新到7位车手接在其内 不但有老将做靠山 终身带带着潜力挑战士官 还有能力孕育新生带 目前Bazaki以及DJ Antonio都已摇出胜利的果实 可谓场上最豪华又无懈可及的阵容 而2023的合约没有意外只会换掉两个人 其一是Bazzanini将晋升场队 再来是DJ Antonio虽然拿下岗位 但目前是红军垫底的车手 成绩不尽理想 而本次Prama迎来了一个爸爸叫Prima 所以以后叫PrimaPrama 另外旗下小将Martin在进几战较挣扎的表现 是因为去年在葡萄牙战的大海赛断了8根骨头 而他的右手受到神经压迫所苦 也将在下一战比赛结束后短暂告别去进行手术 不过在接下来的12战 少了1位还有7位 红军也将由Banaya以及Bazzanini 组成双逼不一定会加倍的阵容 挑战今年世界冠军的机会 再来拍子第二的是我打三夜 目前122分 就在这一战三夜带来的星空力桃剑 让小鲜肉测试 我想某个程度上也让小鲜肉可以理解 不是三夜不想改善急速的部分 而是目前的引擎 无法在急速上做出太大的改变 而也就是赛后 我打三夜随即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Fabio Quattroro将续约至2024年底 其中续约最主要的因素是 小鲜肉相信我打三夜 在未来将会针对动力的部分做出提升 并且提到因为目前三夜已经投入更多的新人 在研发动力的部分 当然三夜卖给小鲜肉的这个馆子 要等到2023才能验证 而就这一次签约的条件 我相信Quattroro一定签得相当满意 因为小鲜肉可以说是在当今MOTO GP的情势下 掌握着我打三夜的命脉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目前的卫星车队RNF宣布明年将加入Aprilia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年这个约签不下来 那么未来三夜跟铃木推出没两样 但我相信这一次合约也将注定未来的M1将变成小鲜肉的形状 然而排在第三的是Aprilia目前115分 大一部间断的带领Aprilia冲向历史的新高点 本站Aprilia也带来了一颗更新的引擎 以及在车尾多了一根竹蜻蜓 持续了优化并改善着RSGP在场上的竞争力 而也在近期Aprilia宣布将续约旗下两位车手各两年 又迎来2023新的卫星车队 这让目前待在三夜的Dovicioso或许有机会再跑一两年 毕竟在Vinales还没跟三夜决裂之前 Dovic跟Aprilia是有一腿的 不过回过Aprilia你可能不会相信 一家车厂一个赛季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改变 不单单是成绩的逆转 更是影响了大家对这家车厂的观念 就好像一个赛季前还坐在博爱住的老人 突然跳起来要跟泰森打雷台 而且还是可能打得赢的那一种 而随着Aprilia未来扩大的势力 也将缩小与红军车厂的差距 因为多了两个位置可以寻找新车手来发挥RSGP的潜力 这也是为什么大一一直说他现在活在梦里 因为目前局势可以说是幸福来得太突然 而如果大一能拿下今年车手试惯 那将会是本赛季Aprilia最完美的据点 但这种在童话故事般的剧情能否上演 还是得取决于大一能否一路拉下去 再来排在第四的是KTM目前93分 本战除了三叶还有KTM带来新的空力套件 而也确实在正式赛里拥有好表现 冰得第16位起跑第7名完赛 KTM已经连续三战调出Q2 这也让KTM加剧重组阵容的决心 场队Olivera的位置将被剃除 因为KTM已经提出了一个T3的位置给这位车手 但也被Olivera果断拒绝 没意外明年KTM最少车手会换两位 其一就是红军即将被取代的硬汉Miller 另外一位则是来自林木的Rinx 此外还有即将被本田抛弃的小姨 这三人可以确定的是Miller 明年将加入KTM 剩下的就看KTM需不需要空出位置给新人机会 再来排在第五的是林木 目前80分 林木双绳罕见的吸手再一次退赛 这种患难见真情的表现我实在觉得感动 有福同享有奈也同当相当不容易 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干话 因为这台GSXGARBOA已经看不到未来 言归正传 林木的退出消息确实影响到目前车队的表现 原因就是看不到未来 可能大家忘了Moto GP不单单只是车手的表现 也是一种团队运动 这样的消息也势必打乱了车队的事情 因为别的车队都在想要怎么拿出好表现 但林木的车队就在想哇靠我要失业 而至于车手的部分 Rins不是去KTM就是去Apria 至于Jeramiya到底能不能进入本田 本来我还在怀疑 但本田的一个决定让我看到Jeramiya的未来 我相信目前在谈的就只有合约金的部分 而在访问前车队经理的文章中透露出 Dona已经找到一家新车厂 并且持续洽谈中 至于是哪家车厂 讲真的我也毫无头绪 但比较有可能的是目前有参与MOTO2或3的车厂 毕竟赛车运动需要许多时间去累积经验 很难一步登天啊 最后垫底的是准备切副的本田 目前75分 火星人震撼的消息在赛前传来 就是准备赴往美国找世界一流专科医师进行手术 原因是在2021Markets回归后的至今每一战 目前的身体状态无法让他达到他想做到的骑程方式 而这也让他在回归后改变了自己的骑程风格 因为原先受伤的右手会使不上力改用左手代偿 从中制造出更多身体上的伤害 也在记者会上说他如果用目前这个身体顶多再跑一两年 因为太挣扎 也提到或许他在现在的成绩看起来还不错 但在八届世界冠军眼里除了第一其他都是赛 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让我们看到Markets对第一的执着 而这个也降低了原先火星人2024合约到期退休的疑虑 而目前Markets以手术成功正在復健状态 让我们继续期待这位火星人准备登陆地球 回归后又能带来什么样的状态 而这一则重磅消息将再一次把本田打到谷底深渊 就好像做了时光机回到了2020的赛季 首先本田在本站带来新的一组车架桃件 在火星人离开后居然不是接手给小一 而是直接Pass给日本阿贵 这当中其实间接透露小一在本田的地位 但不代表日本阿贵就增加续约的机会 因为本田的这个决定从经验上来看 日本阿贵已经加入本田五年 应该是目前除了火星人最懂RC213V的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 觉得绝密尔明年将进入本田场队 这位LCR的两位依旧围在旦夕 特别是小小马 目前跑了8站 车手击分20分 排在第18位 总结目前的本田即将进入切腹阶段 也再次凸显出一人车队会带来的麻烦 OK 其实车手合约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不管是签约的年限签约的时间点 都与各家车厂有互相连接的关系存在 这就好像我们如果穿越时空回到过去 改变了历史那么未来就会跟着改变 而看到目前的8站 最高殿堂状况不断 不过也差不多来到了一个断点 接下来将进入4位车手白乐化的竞逐试怪 Ducati的天外神兵已进入备战状态 小野兽能否找到0.5的开关 无大三页的小鲜肉准备立扛V4的追逐捍卫试怪 Aperia大一的童话故事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下一站加泰龙亚战 V4车型拿分关键第二站 赛道全长4.7公里 最长直到1047公尺 有6个左弯8个右弯 我们接着看 我是YES 这里是YES看GP 大家掰掰 好的各位 很抱歉 这一次比较玩商片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比了两场比赛 一场TSR 一场龙洲比赛 你们看我这个脸 都晒到硬堂发黑了 希望各位可以减量 那么下一集我会尽早的出片 那我们就下集见 掰掰